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带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长啥样的小孩难以长大成人 小孩的出生应该是一家人的大喜事 现在刚出生的小孩一般都会得到全家人的宠爱 但是小孩夭制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比如经常生病或者因为照顾不周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观察小孩子的面向了解的 今天小酱之给酱友们讲讲 小孩子出现哪些面向特征容易夭折 需要提防,一起往下看看吧 一,声音 一个人的声音是判断一个人的生命力强弱的典型标志 因为声音为一个人的肾气旺衰的指标 而肾气为一个人的元气 故此,管罗说 凡除生小儿叫生,连眼者主兽 出生小儿叫生,生觉复养的不受 所谓生觉就是突然断绝 一阵高一阵没生 另外,人们根据实践 发现出生小孩的哭声 如果分散无力的婴儿 也是不能成人的象征 如果哭声深 比如哭不出声来 或者哭声好像憋在身体里的婴儿 也是一样的 二,露门不合 露门就是一个人的头顶有一个柔软的 又是能看到跳动的地方 它是衡量小孩发育程度指标 如果小孩露门闭合程度很低 大体是小孩身体发育不好所致 故此,管罗说 露门不合,八岁方恶 三,枕骨不成 枕骨就是一个人的头颅骨的后半部分 中医学认为 肾开窍于耳 肾气足则听觉灵命 耳同于脑 脑为碎之海 随海赖肾的精气化身和如样 肾虚则碎海不足 抑制头晕耳鸣 枕骨发育不良 定然是肾源之气不足所致 故此,管罗说 枕骨不成 能言而亡 因为本身就肾气不足 说话言语 定然肾气耗费 不足情况更为严重 四,阳不入阴 中医认为 日起则阳出于阴 夜卧则阳入于阴 阳不入阴 则不昧 即失眠 这样的小孩往往多动 精力难以持续 耗费得不到补充 自然身体容易出问题 故此,管罗说 阴入如无 主要 五,身上多汗 无汗或者血汗 小孩多汗 无汗 身体代谢能力不足 一来容易感冒 二来抵抗能力差 三来消耗过大 难以补充 因此古人说 身体多汗 无汗主要 身体出血汗 更为严重 承认都是问题 况且小孩 六,通身软 若无骨折 通身柔软 就好像没有骨 骨折 碎之腹 骨头发育基础不好 依然是肾的精气 化身不足所致 说明生命力不强 需要善加注意 同时古人也说 靠骨不成者 能聚而死 长骨不成者 能匍匐而死 重骨不成者 能行而死 冰骨不成者 能力而死 七,其小而低者 其乃一身脉络所聚之地 欲得身大 若是小而且低 说明其人气量小 福德小 气质不聚 或者聚合能力较差 生命也就难以为继 小儿本就生命技能未全 脉络不通 气不得聚 后果当然严重 八,早行早做 早言早耻 人的身体发育 都有一个正常的标准和尺度 如果过早 行走 言语 或者长出牙齿 恐怕不是好事 因为毕竟自控能力较差 容易出现管理困难 容易犯险 吃食物不注意 或者多吃消化不了 或者疏于防范 导致危险 九,投诚四破者 头骨四破 是指小儿头骨闭合能力差 就像裂开成四分一样 这样的孩子还是肾气不惧 生命力不强的标志 十,长摇手足者 小孩无意识地长摇动手足 多是身体不舒服 造成小孩多动 自然也是身体不好的表现 十一,头发稀少者 头发为气血充盈所致 头发稀少者大多是气血不足 自然身体不行 难以长大成人的表征 十二,身不收者 所谓身不收者就是身体不痛 但是四肢骨骼无法收放自如 大体属于风筝 过去就是大病 现在也不属于小病 十三,小儿实物 通敏过人者 一来这种小儿发育太早 聪慧过人 耗费太大 容易导致身体精神补充不足 二来这种小孩没有大的福德之人 可能带不大 受养不起 十四,小儿欲知人意 回旋敏塑者 理由同上 同时也可能属于不凡精灵投胎转世 总之经验告诉我们 太刚一折 太贵一失 自己命中是否负担得起 这是一个问题 十五,鱼口者 中医上的鱼口病 是指生于阴部大腿跟凤处 的结种、创毒 即未破溃之时 叫变毒 即溃之后 叫鱼口 或左或右 说明小孩身体内有毒素 没有排出来 自然是个问题 相学上的鱼口有另外的说法 指口型类似挤鱼口 或者粘鱼口 其意思是说 其人的口很小 嘴唇很薄 口小低 而且尖 如果再加上气灼神窟 自然进食能力不足 容易挑食 因此身体素质不好 也就比较难养了 十六,小便宁乳止膏者 现在医学上的就是乳迷尿的特征 大体就是胸导管阻塞 局部淋巴管炎症损害 致淋巴动力学的改变 淋巴液进入尿乳 发生乳迷尿 另外有一部分患者 与斑式血丝虫病流行有关 由于丝虫进入淋巴管 造成淋巴管损害而成 小孩患上这种疾病 定然难养成人 十七,骨肩无生肉者 就是两骨之间 肉的颜色不生动 不好看 甚至难看 说明小孩的肾功能不好 或者气血不能通畅所致 故此这样的话 自然小孩难养 如果你家小孩有以上这些面向特征 小匠之建议要尽快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 提前做好预防 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同时也可以多做膳食 多积福报 为孩子种下一片福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匠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匠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